看到這個視頻 你也許覺得不可思議 但這是發生在江西省太原市的真實世界 2022年6月9日 驚恐拍下的驚險一幕顯示 一名男子原本坐在椅子上 身下地面突然出現一個大坑 男子反應迅速 一隻腳踏在洞的邊緣 整個人向後摔倒在地上 才沒有掉進坑裡 男子驚恐地爬起來 看著深坑稀有餘悸 2023年10月29日 在廣東省揭陽市 一位中國大媽兩手拉石欄杆做伸展運動 頭還不時地往左右兩側擺動 就在她彎腰後傾的時候 石欄杆突然間斷裂 她整個人也跟著摔倒了 甚至石欄杆還往後滾了好幾公尺 但諷刺的是 當地市政工程維修管理中心解釋說 石欄杆沒有拉扯是不會掉落的 但一扯就斷的石欄杆已見過嗎? 還有更好笑的 視頻顯示 一名男子正沿著小河邊的護欄散步 突然一段護欄在她手摸了一下之後就斷裂了 她整個人也摔到河裡 在中國頻頻發生道路 橋樑 樓房等建築物坍塌事件 造成無數的悲劇 而這些建築都因為建造過程中偷工減料或把關不言 以及後續安金檢查應付差事 種種原因導致工程質量不合格 被人們稱為豆腐渣工程 這期節目我們就來盤點一下 近年來在中國發生的部分坍塌事故 並分析背後的原因 2020年8月19日 四川省宜濱銀龍廣場路面發生塌陷 停在路邊的21輛汽車瞬間被吞沒了 全部掉進了深坑裡 之後15輛車被吊車給拉出 塌陷的深坑很快被水淹沒 路面又大量水湧出 2023年8月3日 受強降雨影響 黑龍江哈姆高速公路發生塌陷 行車記錄仪拍下了墜落的驚險瞬間 一輛白色轿車正常行駛當中 沒有意識到前方路段已經塌陷 來不及刹車掉進了坑中 現場視頻顯示 兩輛汽車從坍塌處掉入水中 一輛黑色汽車車頭已被淹沒 另一輛白色汽車側翻已淹沒一半車身 2023年7月6日 四川N廣高速公路部分橋面無預警斷裂 導致兩輛行駛中的車輛掉入了數米深的縫隙中 並且迅速起火 四川省交通廳工作人員表示 下一次大橋附近山體崩塌 巨石衝擊橋樑蹲柱 導致橋面部分崩塌 強調這是自然災害 和工程品質無關 不少網友質疑 從視頻中看不到巨石 誰能相信 下場雨 高速公路就崩塌了 卻不是質量問題 2023年4月29日 湖北省長沙一金面樓倒塌 現場升起巨大灰塵 廢墟堆到兩層高 有54人遇難 據附近商戶稱 這棟樓原本是6層 2018年 又在上面加建增加到8層 各樓層都有餐廳 旅館和住戶 事實上 該樓在倒塌前也有多次預兆 房主眼看著置頂的鋼筋變形越來越嚴重 卻一直是放任不管 住戶投訴也沒有任何回應 還有更離譜的是 4月12日 樓內旅館老闆為符合當地公安要求繼續營業 維多湖南鄉大工程檢測有限公司 開展房屋安全禁地 該公司兩人到了現場 一人在樓下收錢 另外一個人帶相機上樓拍照 8個小時就完成31戶所謂的現場檢測 並通過複製粘貼 編造數據 冒名簽字等手段 出了一份旅館結構安全 可按現狀正常使用的合格報告 就這樣一份虛假的鑑定報告 結果 就用54個人的生命來買單 無異於謀財害命 2023年7月 黑龍江七七哈爾第34中學體育館屋頂坍塌 導致11人死亡 其中包括10名女中學生和一名排球教練 事故發生以後 官方一度隱瞞學生死亡消息 並且打壓學生家長 憤怒的學生家長發布視頻曝光以後 引發社會強烈憤慨 我們再來看看 最近在中國發生的豆腐渣工程坍塌事故 11月18日早上7點 吉林省白城市滑冰館突然發生坍塌 網傳視頻顯示 整個建築屋頂不見了 拽成的煙塵在幾百米外都看得見 其中國南方週末報導表示 這座滑冰館總面積4369米 於2019年12月啟用以來 正為不少白城市民打球休閒的重要場所 無幸中的大幸事 意外發生在清晨 只有兩名保健員受到輕微擦傷 那麼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 這座場館在籌建之初 曾被當地官方列為重要的市政工程 旨在填補該市專業滑冰場的空白 其總造價高達5206萬人民幣 約718萬美元 市政府更是強調堅持質量第一 安全為重 不料從落成啟用到忽然垮塌 不足5年 報導中指出 這座滑冰館由吉林省榮發建築工程有限公司承造 但工程數據顯示 該公司2023年工商年報參保人數僅為22人 當地民眾認為 滑冰館存在嚴重的施工質量問題 而建築公司層層轉包 腐敗嚴重 事發時 當地沒有出現暴雪等極端天氣 純粹是豆腐渣工程 層層轉包 你那個有背景的人 中央有人省市有人的話 你就是把這個工程一包一包了 會往下再轉包 一層層轉到最後尾 轉包上最後尾的話 那工程都是它最沒能力的 它就得抽空減料 那貨不單行的是 不只是官方工程會出現意外 私人單位發生的事件甚至還更為離譜 11月15日 昆明市關渡區一家超市地面發生塌陷 畫面顯示 這間超市鎖在建築橫跨在一處河道上 與兩次建築相連 事故發生時 一位朱姓母親正帶著12歲的女兒在超市裡購物 然而 她們剛剛禁店不到5分鐘 就感到地面激烈震動 隨後 超市地板突然坍塌 母女倆不幸掉入下方河道 並被墜落大量物件壓著 令人震驚的是 事發時這家超市才剛開業第六天 對於外界關切 設施門店是否涉及違章搭建 事後如何處置等問題 業者都沒給予答覆 事件曝光以後 引發大批網民熱議 昆明關渡區到處都是違法建築 此大亂建 現在豆腐渣工程太多了 那麼為什麼中國會出現這麼多豆腐渣工程? 中國假貨盛行 假食品 假文品 假新聞 建築材料也是不例外 連鋼筋都是假的 看看網友上傳的視頻 鋼筋可以像麻省一樣殘在手上 最近用鋼筋建成的骨架搖搖欲坠 鋼筋用單手可以折斷 用這樣的建材完工的大樓 真的能住人嗎? 據美國之音報導 10月24日 旅行德國水利工程專家王維洛 在接受美國之音訪問時也說 幾天前 白城市發生華賓館坍塌事件 最有可能的是鋼材質量不過關 因為先前德國也發生過 因為中國進口鋼材質量低劣 導致橋樑建設出狀況 60公尺長 60公尺寬的一個建築物 它只有屋頂 而中間沒有任何柱子去支撐 那這樣一個大垮距的建築物在施工的時候 所需要的施工品質方的要求 非常的高 那如果在其中有一些小瑕疵 可能會因為這個瑕疵 發生一些所反應 造成整個屋頂的鋼架結構 沒有辦法負荷它原來的重量 而有一個連鎖反應 瞬間塌陷 初步可以得到的一些基本資訊來看 這樣的塌陷 可能跟施工方面的因素脫不了太大的觀念 王維洛還說 另外 雖然情況各異 但在其背後 整個社會管理制度的潰敗 以及政府功能失敗 難辭其咎 一座公共滑冰館的興建 是必須要當地市府從權力最大發改委 到各個城建單位 一應審核把關 歸根究底 很難不讓人質疑 是因為涉及到貪腐 層層剝削工程款 才讓最終施工質量如此低下 他還說 今年5月 中國國務院才宣布 系統自然資源部 住房承仙建設部等多個部位 完成第一次全國自然災害綜合風險普查公報 當時 號稱動員260多萬人 調查城鄉房屋建築3.54億棟 雖然摸清了全國房屋和市政建設的家底 卻無法阻止這些建築在沒有明顯自然災害情況下垮他 他認為是建立了世界上最完整的建築資料庫 特別查的是安全問題 但是他從來沒有把這些數據公布出來 就是說哪些建築是不安全 所以對房子這種垮塌事件也起不到任何的作用 自由亞洲電臺這篇報導還說 位於家國多倫多的YouTube時政頻道主公子沈認為 事件背後的核心問題是貪腐 中國許多官員和廠商為了獲取利益 存在著把工程層層轉包的行為 多年來早已經是公開的秘密 最嚴重的是過去都說因為偷工減料 建築蓋好一、二十年就會出現漏水、外牆剝落的問題 現在就連啟用不到五年的滑冰館 剛剛開業六天的超市都會出現坍塌 顯示由來已久的豆腐渣工程不僅沒有解決 反而是更為嚴重 澳大利亞時事評論員司令則認為 中國社會至今沒有新聞自由 同樣是類似事件履禁不止的深層因素 近兩年中國官方處理普及全國的爛尾樓問題 下令各地保交樓 但在時間、資金壓力下匆促交付 接連傳出質量不過關、業主抗議等消息 卻只能透過海外自媒體流傳 中國國內輿論幾乎全遭噤聲 這種信息被嚴密封鎖的環境 也是出現更多安全隱患的原因 現在披露真相在中國變成一個高危職業 如此諷刺的事情發生的話 這個社會又如何能夠有啊 糾錯其制呢 就沒有什麼人獨立的第三方敢於站出來啊 身上正義去披露真相了 好的 今天就和大家聊到這裡 如果您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您訂閱、點讚 並且分享給您的朋友們 感謝您的支持 我們下次節目再見 我們下次見